马夏尔快要消耗完木帅的耐心,应超第五轮,万连2比1战胜沃特福德,马夏尔本场获得了20分钟的出场时间,但他的表现可能,又让莫里尼奥失望了。 除了糟糕的表现之外,他的比赛态度也没有任何的改观,莫里尼奥对他最后的一点耐心也许也要消耗殆尽了。 拉什福德由于上一场比赛吃到了一张红牌,本场停赛,所以马夏尔在本场获得了出场的机会,他在第71分钟换下了林加德。 本来莫里尼奥希望利用马夏尔的速度与突破能力,在反击当中给对手制造威胁,但马夏尔的状态真的相当糟糕,马夏尔如此随意地射门,引起了不少球迷的质疑。 应该说马夏尔,有着充分的休息时间,在国际比赛日,他并没有获得法国队的征兆,所以他的体能应该是没问题的。 但从两个画面来看,马夏尔在比赛中如同梦游。 第一个画面出现在第89分钟,当时曼联反击,马夏尔从左路带球杀入禁区,这时他想通过右脚来完成一次兜远角的射门,但球却直接踢磁了,变成了一次传终,最后这次进攻没能形成射门。 从这次进攻表现来看,马夏尔的灵气与射门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了。 第二个画面出现在比赛的尾声阶段,当时沃特福德以1比2落后,他们发起了绝命的法击,在沃特福德在禁区中路进攻时,马夏尔就站在一旁看,他并没有上前逼墙,眼看着马蒂奇等队友忙得喘不过气来,马夏尔就是没有任何一点防守的意愿。 他若无其事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,好在最终曼联还是成功地将球解雷,不然的话马夏尔的态度,肯定会被英国媒体大肆地批评。 眼神防守让穆里尼奥最不可容忍的是,马夏尔在第二个画面当中的表现,如果说射门踢磁了,只是状态不好的话,这是可以理解的。 但比赛态度才是穆帅最为看重,马夏尔是在71分钟替补上场上,应该说他的体能是曼联所有球员当中最好的,但他没有任何的防守意愿,不愿意为球队卖命。 这样的球员是穆里尼奥非常反感的,从马夏尔这样的表现来看,穆里尼奥之前不安排他上场是有原因的,他的情况还真与拉什福德不太一样。 拉什福德由于年轻在比赛当中也会遇到状态不佳,甚至陷入到单打独斗的局面当中,但至少拉什福德的比赛态度是完全没问题的,回房也很到位,跑动也相当的积极。 但马夏尔依仗着自己天赋过人,态度消极,在场上散步,这样是绝对不行的,站在场上看风景马夏尔,这样的比赛态度,可能会消耗掉木帅最后一点对他的希望。 英国媒体说马夏尔已经不想再为木帅卖命,实际上,穆里尼奥在今年夏天,也十分愿意卖掉马夏尔,但俱乐部并不想在马夏尔这桩交易当中赔本,毕竟曼联已经在马夏尔身上花费了7000万欧元,所以球队才最终留下了马夏尔。 但如今马夏尔与穆里尼奥的关系相当紧张,在今年夏天,两人之间就结下了梁子。 在美国集训时,马夏尔由于妻子分娩,选择了离开球队,而且还迟迟没有归队。 这一点让木帅相当不满,他认为当时曼联在封线上正好缺球员,马夏尔应该尽快地返回俱乐部报道,最终俱乐部选择力挺木帅并处罚了马夏尔,之后两人的矛盾也接近于公开化,马夏尔在场上的表现,也有一些自暴自弃的感觉。 他渴望离开曼联,照这样的形式发展下去,马夏尔离开曼联或许只是时间问题了,Cinderella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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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